有一个事我一直没跟大家讲 叫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有人知道这个事吗 就一直咱们说亚洲这块啊 就咱们看就是最看不上俩人 一小巴嘎一个小西吧 对不对 但是呢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已经开了八次了 原来开挺好的 就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时候呢 谁也不挑事 但是呢时隔多少年 时隔四年了 我们都没开了 就是这个大口罩这个环境嘛 四年时间也出现了很多变动 美国那鼓鼓秋秋的在后面 是吧 也没说什么好主意 都是搜主意 所以说家伙们时隔四年 为啥在这个节骨眼上 东方大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 会就是这个是首次正式的重启了呢 5月26号到5月28号啊 我跟你讲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德国 也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 这个访问是有史以来 时隔24年来的首次 时隔24年 法国总统正式对德国 进行了一次国事的访问 没错 家伙们这两条新闻堆起了 同一时间 中日韩三国元首会谈啊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国时隔24年 再次正式访问了德国 我想问问所有的家人们 你们听完这两个会议之后的 观后感是啥啊 是不是觉得 就是没什么太大感觉 但是隐隐又觉得说不对 就也不知道哪儿不对 是吧 别的不说就这个时间节点 怎么就这么巧合呢 这边中断四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刚刚重启 那边24年过去了 对吧 这可是整整24年 马克龙突然间正式访问德国 而且家人们 昨天我们讲了 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说 我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呀 拜登老头说 我都一把年纪了 就是特什么谱欺负我就罢了 你俩咋的呀 别搞这么炸烈的事 炸我的小心脏行不行 你们总整这个事 你是帮特朗普 你知不知道 你老刺激我等 等不到下一轮大选 说不定我人没了 那么老灯头到底为啥会如此之激烈的反应 想要深入解读这两个新闻 我们还得跟大家捋一捋 就眼下的这个全球博弈的大背景 什么背景呢 二战之后老听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老在全球称霸称王啊 对不对 利用美元是世界货币这个地位 同时又有美国全球几百个军事基地做后台 美国老就开始砸嘛 就琢磨 就干点啥好呢 做生意嘛 美国人都是生意人嘛 很快美国老就得出结论了 这当然怎么怎么着 抢劫啊 贩毒啊 暴力啊 对吧 但贩毒好歹是一步 把一步把你自然给掏空了 这个时间太久了啊 还是抢劫比较刺激 一步到位 简单粗暴嘛 于是过去这些年 你就看啊 美国为什么没有停止过 这个这个这个战争 对不对 美国老一边利用美元 加息 然后降息 然后割韭菜 是不是啊 一边呢 然后就超发美元 割韭菜根 就把根都给你拔了 另外一边兄弟们啊 不断发动大小战争 把韭菜根 把韭菜根都给你耗 吐了皮了 你说有没有人反抗 敢反抗 还真没有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佬这个体量 谁也扛不住 咱说句实话 欧盟是美国的美国的盟友 日韩是美国佬的殖民地 俄罗斯元气大伤 龙国为所发育 对吧 中东呢 还真有强人不服 毕竟你把人家往死里耗啊 反抗一下是正常的 结果总统跑地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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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去了 都被美国佬给 这个揪出来整死了 谁敢呢 什么叫做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这是美国佬给出的答案 就是可以在全世界烧杀掠夺呀 为所欲为呀 然后不仅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 抢劫而来的财富 还能把整个美国包装成 人类自由民主的灯塔 哎 就问你牛不牛就完事了 这种操作之下 家人们啊 呃 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 那就是不干活 全靠国家对外抢劫 这才叫自由民主 多自由啊 多民主啊 谁支持这种自由 那么民主就支持谁 谁反对这种自由 那民主就反对谁 想上台当总统可以啊 是不是啊 谁爱去谁去呗 但是前提什么呢 上台之后 给大家你得发钱 谁上台发钱最多 那就给谁选票 给谁支持 让谁上台 于是兄弟们 一直以来啊 我跟你说家里 我跟你们分享个事 今天一大点早 让我让你对我说呀 哎呀妈呀 说哎呀 别别大天早 你气啊 所以说就是有 嗯 有文化的不一定有素质 嗯 来吧 家们啊 呃 我我说哪了 啊 是中东这一块啊 就是为什么现在 就是以色列 跟黎巴嫩没打起来 呃 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表态 而且不是黎巴嫩跟以色列 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代表的双方 啊 就包括美国和以色列 再包括黎巴嫩跟整个反抗之户 我告诉你就是 现在就是呃 有人说就我们怎么坏这个事 就刚才我们讲到哪呢 我说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 就是在亚洲地区的事情 不一定要在亚洲去解决 可以在中东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形成什么呢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这个感觉啊 刚才说话的是你儿子吗 是哪个哪儿的孩子 那 那是我儿子啊 啊 啊 哥古代可不是的呗 这年龄差真的当我儿子了啊 然后老铁门啊 咱们再看看 整个的这个我们国际上的家呢啊 我们国际上地缘战略博弈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 就是谁的实力弱 谁的战略定力就弱 谁就会先陷入到战争当中 冲突当中 就这一轮全球地区热点冲突啊 咱们按时间排序 就这一轮 就是从2022年开始 这这一轮 咱们从时间开始排序 热点冲突第一个谁啊 首当其冲是俄乌吗 对吧 其次才是巴矣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兄弟们啊 东亚总体保持着一个和平的一个局势 这个毋庸置疑了 对不对家吗 无庸置疑了吧 是不是啊 所以说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是啥事呢 就实力跟战略定义而言 谁弱 谁强 一目了然 对吧 说实话 这个局面也一定程度上 确实超出了咱们之前的预期 真事啊 就如果没有俄乌 咱们到现在不知道咱家有多么的强大 如果没有俄乌 咱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美国有多么的垃圾 对吧家儿吗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去打破美国的军事霸权 也不会有一个人 你看老铁们啊 从去年开始 咱家开始不装了摊牌了开始 你说就那些天天张罗的那些破水军 那些美国养的狗 美国养的间谍 是吧 天天说 哎呀 软呢 什么怂啊 现在还有吗 没了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让我们看到了咱们有多强 原来不怪我们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愤怒啊 是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到 对吧 就不是说我们我们不行 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知 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强 到底有多弱 所以在心里没有个衡量 现在开始兄弟们 还有那都是那狗是杀不完的呀 对不对家儿们 那野火烧不尽 那春风吹又生啊 那美国养的间谍美国养的狗 那到前两天的时候还破获一起呢 菲律宾整了700来个号 专门恶心咱们 都知道吧 这事啊 都是美国背后操纵的呀 所以家儿们啊 就这个局面 从2022年俄乌开打这个局面 真的是在一定程度上 你别说家儿们你们了啊 咱们都是凭的老百姓 你我了解的未必有 咱们家大哥了解的多呀 咱家大哥有真的是职业军迷的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都会跟我指出一些错误 所以说家儿们啊 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这是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过去认为什么呢 我说东亚最好的局面啊 可能就是和中东同时爆发冲突 当时我就这么分析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中东居然就在那个 就恰恰好好那个时间 哎 就下一步爆发了冲突了 这不是美国的战略定力不够强啊 而是美国的实力衰退太快而导致的 那么有人说了 接下来几个月发生什么事呢 兄弟们接下来的那几个月 正处于美国利用日元贬值 给咱们形成金融压力这个关键时刻 甚至什么呢 有可能美国会在地缘上 再一次给咱上火 给咱上压力 如果我们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告诉你就叫上上策 叫不战乃屈人之兵啊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反过来 什么概念 在中东地区给美国上大菜的时候 啊 这也意味着 现在其实都是大戏开场之前的热身环节 不过热场都这么清 你说这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工厂发生悲剧事件 背后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参与 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国主导直接让波兰自己把这个事给压下来了 打碎了牙 咬出鞋 你给我往肚子里咽 你不能给我报事俄罗斯干的你 那么至于为啥找波兰总理澄清这个事 这就更有意思了兄弟们啊 什么事呢 这次波兰爆炸的这个工厂 距离哪近呢 家们有没有看地图 有没有看这个报道的 这次爆炸的工厂 你说的巧了 离白俄罗斯近 哎而波兰总理呢 他正好就在靠近白俄罗斯附近的一个城市里面 所以说波兰总理啊 就站出来说这个事没有外部势力参与 那的确是让人更有信服力啊 那么说到这有老铁就问了 说如果这次波兰导弹工厂被炸不是意外 是俄罗斯干的 那普达地是咋想的呢 咱们刚才问了 早不炸 万不炸 现在 北约都准备把F16给 给给给乌克兰了 你这个时候在炸 你不是故意激怒波兰的吗 怎么说呢 兄弟们 想明白这个事 咱得从前天开始说 前天的时候 家们你们记不记得咱波兰啊 乌克兰不是宣布用战斗机 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一次进攻吗 本来这个俄罗斯吧 还在怀疑呢 说这个乌克兰自己的战斗机 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 离外里呢 定光456600公里啊 肯定是北约提供的 F16啊 对吧 但是你再怀疑他没有用 因为什么呢 俄罗斯他自己的卫星 自己的雷达 他就是没得住 因为人家是隐身战斗机 他没有证据 没证据就意味着你 俄罗斯你再怀疑你不行 对不对 你不能动手报复 但是呢 就在俄罗斯这边调查的时候 兄弟们 你们猜咋着了 乌克兰空军总司令突然间发布了一个通告 说为了保护F16的安全 乌军决定将北约交付给乌克兰的部分战机 要驻扎在乌克兰以外的外国空军基地 哎呀 兄弟们就这么一下啊 直接让俄罗斯的那帮克格伯呀 情报人员大开思路了 也就这么一查兄弟们好家伙了 直接就把这个大伯伯给逮了 给逮出来了 算是这样的啊 前天时候北约的F16到位了 是终于到位了 然后不然就说了 来 那我这来 你乌克兰不是没有F16 是那个试航的那个跑道吗 你直接从我波兰起飞呀 我愿意呀 当时泽连斯基听完之后都蒙圈了 家人们 说真的吗 大哥呀 前天你靠近我们 乌克兰那个空军基地 不是被人给炸了吗 你这种情况 你敢给我拥击场吗 哥 结果啊 大伯伯一听说没事 啊 一点事没有 俄罗斯的那个卫星 他就只能监控我这么一眠眠 一小个机场 我有好几个机场呢 整个加油机配合 轻轻松松直接干到他们俄罗斯境内去 就这么的啊 波兰那是心比天高 他胆比牛肥 但是他命比纸薄啊 就在美军加油机的配合之下 你知道从波兰直接起飞了一个F16 然后是对着俄罗斯本土 轰轰轰 干了三枚大导弹 那你说 老铁们 人家普大帝真的是警告老多次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投 你还搞这一套 你真嫌灭国的次数不够啊 这不是找死吗 于是直到具体情况之后 普大帝当时都震怒了 一个电话 人家说了 我俄罗斯不带就你这种小咖了 我都不带勒你的 我直接让我哥们出手 直接一个电话 搂给卢卡申哥了 白俄 说老卢啊 现在波兰已经参战了啊 我必须得干点什么事 如果不干点什么事啊 他得欺负死我 而且欺负我之前得欺负死你 你这么的 你都不用出手 但是呢 我要让俄军 从你们的境内发导弹 我狠狠把他给干一下的 当时卢卡申哥听完之后 我告诉你啊 他也很紧张 肯定很犹豫 这是个大事 但是兄弟们 普大帝是啥人呢 一看就知道 卢卡申哥 你为啥犹豫啊 都得给你看明明白白的 于是普大帝兄弟们 直接大手一回 提前和白俄罗斯啊 开展了第二轮的战术核武器演练 并且又给白俄罗斯送了五十多枚 带着战术核武器的弹头啊 导弹 那你说了 有了这晚上兜底 卢卡申哥还有啥有欲的 都飘了 当时就说了 大哥 你说干咱就干 啊 我主打一个拿你的货替你消灾 他波兰不是不服气吗 是不是啊 他不是 他不说了吗 敢报复吗 咱就演戏 呃 接着说啊 当时呢 这个菲律宾特种兵 这个手指头 不是嘎巴就断了吗 家人们 是吧 这家伙的 就是其余的那个菲律宾船员 当时就怒了 直接把保险箱 保险都给打 准备说瞄准 啊 要开箱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 是万分万分 万分紧张啊 咱这边的海警船 都已经联络完 这边海军了啊 而且就是在外围待着的 同时其余的海警船上人 就开始准备水炮了 呃 呃 又延迟了 调一下 没事了吧 现在 都联系咱家的海军的支援了啊 其他的海警船上人呢 也准备好水炮 开始大肆花了 而菲律宾那边家 后面跟了什么呢 跟了五艘那个冲气艇啊 也是全部都 就准备好进入到战备了 40个特种兵 抄这个家伙啊 就准备已经准备好动手了 但是就在大家以为说 咱家的海警同志 可以应付 就是可能是应付不了 这个局面的时候 老铁门 你们才咋着了 咱家海警的执法人员一出手 我跟你说 一点不难选 咱家一出手 神兵天将 直接花了不到30秒钟的时间 把这八个人武器全给你绞了 啊 枪全给你绞了 你们没听错 就是这么快 就30秒钟 而且收完武器之后 这八个人直接给你扣了 其余的 至于那个冲气艇啊啥的 那破了碗 真的一怼就漏气 就咱这人是克制了 真的克制了 怼了他 就一处的把他一个船的那个给堵了个大窟窿 完了那这船就没了啊 其他来了六个艇啊 兄弟们 要咱这一一就是真的一发猛的 这要上面也有个令啥的 六个船全也在干飞了 对吧 也就这么一整 兄弟们 其余的菲律宾 海豹突击队员 当时就麻了 麻爪呆住了 二话没说 老铁门直接就掉头塞牙的跑路了 生怕跑的慢下个受罪就是他呀 而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这边怎么说呢 实在是心里很善良 审问完之后呢 就把那个断手的那个士兵还给他处理了一下 并且呢 派人把他这个手指头从海里给他捞捞上来了 那一节 然后完成审问之后呢 才把这帮人一脚给踹下去 那么说到这 大家是不是以为说 南海这段事就完事了 我跟你们讲 压根没有 这次这个事曝光之后啊 菲律宾那边呢 也彻底激眼了 当时我告诉你 他们家那边都不知道咋个事 因为他家做不到 因为美国没有把那个实时上传那个卫星给他打开 知道吧 他们家那边都不知道咋 我们在南海这边有啥事 不知道 然后呢 最后直到之后 我跟你说 一个屁都没敢放 当时他已经就彻底激眼了 你知道吧 就直接找咱们要部门了 说龙国你赶紧把那个扣押我的那个武器和弹药还给我 而且你这个 你这个那个皮挺 你给我整露气了 是不得赔呀 那你说咱能赔吗 咱能赔的吗 肯定不能啊 而且这边还说呢 就是非常客气的说的 说那个 那你们 我们剩下的那些人啊 你们扣了 啥时候还我们的 人得还我们 我们说啥人呢 没看着 不知道 反正这是 我也不知道 那谁那招你们 当时都那样了 谁能数你们人头 说我们没看着 我们也可没扣你们人啊 你便瞎说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讲 现在咱们的表态 外交部的表态 就一句话 责任全在非方 哎呀兄弟们 太霸气了 久违的霸气啊 直接把菲律宾脸打得啪啪响 而且这打的是菲律宾的脸吧 兄弟们 那打的是美国的脸呢 为啥菲律宾这次赶着 小咔了咪 然后你啪啪 你来南海 跟咱要一样 被五五旋旋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菲律宾这帮猴子 鸡眼了 心想说了 我士兵过去 你下狠手行 我渔民过去 你看你怎么办 哎老铁们 就这么说的 说完之后 菲律宾这边一艘大型渔船做指挥 其余的12艘的渔船 跟着直接干到任爱礁附近了 但是到了之后 菲律宾直接蒙拳了 为啥呀 老铁们 因为美国人给的那个雷达信号 说任爱礁就两个海警船在那执法 但到了时候 我得个乖乖兄弟们 除了两艘海警船之外 还有两艘军舰 以及20来艘的渔船 就这个场景 我跟你说 都不用参加海警动手 你信不信 这场面 谁到谁到那谁蒙圈 你多你也麻 然后这菲律宾指挥船 当时上头了 说拉倒吧 来都来了 想走也没那么容易了 既然这样子 就狠狠闹一次 打不了同归于尽呗 哎 说着指挥 这12艘的渔船 就发起冲锋了 但是就在他们 那个激情指挥的时候 兄弟们 你猜咋着了 咱家海警部门 就通过无线电 非常快速 直接锁定 他们菲律宾指挥船 二话没说 然后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就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 这个会呢 是在2024年7月24号开的 是第14届 东亚峰会 外长会 在万象举行的 呃 这个东亚峰会 是不是啊 肯定有不少的 这个 这个 可能国家参加吗 当然这里面 肯定少不了龙国 但是呢 我没想到 家人们啊 美国居然只舔个脸 过来凑肉脑了 呃 这又导致什么呢 在经过了南海 一轮斗法之后 然后东方大国 包括美国 两个外长就见面了 哎 这次见面啊 双方仅仅是说 交换了意见 那么唯一的共识是什么呢 我这怎么没显示小张车 我没挂小张车啊 说唯一的共识是什么呢 同意继续保持各层次的各层级的沟通 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说白了 就是两国啊 在具体事上没有任何 哪怕一件事谈成的 没有可言的啊 聊不到一起去 从新闻稿这个内容咱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说这话都没说嘛 双方的话也没都没啥好话 可谓是唇枪舌剑了啊 可谓是互不相让了 然后会晤当中咱家王大哥就说了 说过去三个月 双方什么外交 什么财政啊 执法呀 欺骗团队呀 还有两军都保持沟通呢 啊我们的民民间也往来也在增加呀 但是人咱说了啊 说必须指出美方对我们的遏制打压呀 你们可没收手啊 直接就是当面生对的 然后我们甚至说什么呢 说你们变本加厉了啊 说东方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面临的风险仍然在急剧啊 挑战也在上升 仍然处在叫叫什么呢 就是呃指跌起稳的关键档口 需要不断的去校准方向 管控风险啊 妥妥当的处理分歧 排除干扰 推进合作 老天妈这几个字都不是白给的呀 啊 外交五小事 一个标点符号都得通过考虑的啊 严审的 那么我们王大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咱说白了 就是虽然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啊 东方大国美国也沟通了啊 也是讲话积极了 但是你美国你承诺的事你哪件做到了 对我们的打压你变本加厉了呀 遏制也变本加厉 我们的电动车你给我们送了百分之四 二百的关税 东方大国美国的关系就像咱们之前分析的那样 根本没有任何的好转迹象 对不对 呃只能说什么呢 就快速恶化的势头 暂时被东方大国美国这个互动给对冲了啊 东方大国美国双方的关系 现一段的本质是什么 桌上该聊聊 桌桌子底下拳打脚踢 一点都没停的意思 那么针对东方大国和美国的政策 我们的大哥王外长啊 对这个也也重申了 说什么呢 说中方对美政策 我们是一以换之的 我们不想挑战 我们也不想对抗 我们坚持叫什么呢 叫做相互尊重 我们要和平共处 要和合作共赢 对不对 而且你美方呢 应该切实将老灯那个总统承诺的事三不一无意啊 烂马七糟的 你得落到实处 是不是啊 你不能光说完了 你当个回头你当个什么玩意放了 对不对 回归理性无实的 对我们的政策 双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哎 王大哥这番话的意思 无论美国怎么打压我们 我们不能屈服 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实力也不允许我们去屈服 对吧 过去一轮针对我们的打压是没有用的 东方大国美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呢 说明白了 就是听清楚了没 相互尊重 哎 和平共处 世界这么大 容得下中美一起发展 太平洋这么大 容得下中美军舰一起巡航 对不对 而且我们要合作共赢 在南海 尤其就是说了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直接就警告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硬气的外交 原来我们的外交都是非常温婉的温柔的啊 但这次不一样了 我们直接就警告美国 说你别嘚瑟了 你别再煽放点火了 你别再搅和了啊 你别搅局生事的 在俄乌问题上 乌克兰问题上 就更不用说了啊 那那那和谈都多少次 连门一脚了 都被你搅黄了 总而言之 在王大哥做了一系列输出之后 布林肯啊 虽然说了点光明谈话的好话 譬如说什么 哎呀 美方积极 致力什么稳定中美关系 坚持一中政策啊 什么什么 期待和那个中方保持经常性的沟通 呃 继续开展禁毒啊 那他他他禁毒呢 非常开心 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 非话不多说 今天呃 还是挺炸烈的 很多很多消息啊 就包括有什么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 美国的 以色列的 呃 再包括沙特的 野门的 呃 小妃子的 日本的 包括阿萨的都有啊 咱们先一个个来聊 第一个话题什么呢 就是普达地啊 普达地呢 这两天挺忙的 去阿萨拜将回去之后呢 普达地又访问了车臣 然后会见了小卡德罗夫 然后又去哪的呢 又去那个 那个那个别斯兰 遇难者啊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目前呢 那个双西归地啊 就是呃 调念这个死者 呃 然后直接就喊话了 说要把库尔 直接普达地说的啊 说要把库尔斯克州的乌军 全都给干了 然后紧接着呢 全球多家媒体啊 就报 说乌军所有的攻势啊 现在已经都被阻止了 那些天天天呼呼哈喊 呼呼旋旋旋 吹什么神兵天将 天兵天将 什么乌克兰勇猛 干了俄罗斯 全都静止啊 没声呢 俄军开始反攻了 那么问题来了 俄军怎么做到的啊 这次反攻会不会一鼓作气 直接干回乌克兰本土 这是第一个事儿 第二个事儿啊 家伙们 21号 今天 应该是 美国给咱们的 这个最终的答复的时间要到了 说老灯呢 给出答案的截止日期也到了 但是结果是有点糟糕的 在哈马斯拒绝停火协议之后 今天啊 昨天小胡子不是改口了吗 说同意了吗 今天小胡子也公开宣布了 说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停火协议 并且还要对加杀 你知道这次他干啥吗 他说我要屠城 而且为了表示他的诚意 直接自己把自己人给干死了 就像刚才我说的 在加杀那边啊 就现在就是很多 就以色列那些 那个人质啊 人质的家属发现的 说就是 现在以色列干加杀怎么干呢 就是这73个人质在哪 他就猛烈轰炸那 前两天把一个连长给干死了 自己人打了自己人 昨天把六个 在加杀的以色列的人质 自己给自己人干死了 啊 而且非常残忍 就是猛烈轰炸 所以就表示诚意吗 说我要在加杀进行屠城 这个计划 但问题是什么呢 内塔尼亚湖难道不想停火 收不给吗 加杀发生屠城的计划 有几成是真的呢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啊 家人们 大家天天说 说伊朗能不能打 怎么打 我告诉你家人们 现在啊 就是这个仗必须得打 肯定得打 而且伊朗现在有1200多个民兵 在俄罗斯的保护之下 深夜直接抵达了里巴嫩 然后紧接着一件事 一秒钟没弹 我啊 几百枚火箭弹 包括大导弹 叮当456干了以色列 啊 与此同时 珍珠党也不装了 直接展示一个超大型的地下军火库啊 老兄们 这个军火库一展示 我得个老天爷啊 那地道老宽敞了 而且据说啊 说就通过这个地道 黎巴嫩可以轻轻松松干到以色列 而且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就放话的说我要诈评以色列 这1200个人什么情况 难道是伊朗已经出手参战了吗 对吧 还有什么事呢 就是俄罗斯的战斗机 今天在中东啊 在叙利亚那边 被美西方的战斗机危险接触了 啊 差点三架飞机全部都空中遇难 那么问题来了 以往都是俄罗斯挑衅美美军基地的 对不对 这次主动挑衅了呢 美国咋主动挑衅了呢 什么意思呀 所以老体们今天啊 麦感谢啊 叫消息非常炸裂 咱先从普达地开始讲吧 行不行 先是普达地区访问了车臣 跟小卡德罗夫会面了 然后又去了北 那个北奥赛提 啊 那个叫什么 叫别斯兰呢 哎 就是在当年那个叫别斯兰遇难者 那个墓地上 直接巴达 来了个双席跪地 可能有些人就问啊 说觉得这个行为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只是普达地的表示自己对当年恐怖袭击当中遇难者的调念呢 啊 对这个确实是有一部分 但是啊 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小 说除了调念之外 普达地从侧面 我告诉你 也跟全世界来了个表态 尤其告诉谁呢 告诉美西方国家 对于这次乌军入侵库尔斯克 这个事儿 俄罗斯给他定义为恐怖袭击 懂我的意思吗 包括你确实对大俄的平民做出伤害了 刚才我说了吗 拿人家儿童 拿人家妇女 拿人家平民当肉盾 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 而且非常非常的缺德 啊 这个拉 就跟拉小金是拉上那个车 我看了视频 然后拿那个大锅子处人家脑袋 在俄罗斯